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七讲 谈判战术锦囊的把蛋糕做大 把蛋糕做大 这是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讲 对不对 把蛋糕做大 双赢双赢 但是双赢怎么个双赢法 蛋糕怎么个做大 你想把蛋糕做大 人家就把你蛋糕做大 是这样吗 不一定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抓几个特别的技巧来看 你看我们小的 今天分的一个蛋糕 它本来那么小 那我们希望把蛋糕做大 做大的话 理论上 理论上 那么大家多分的机会就多一点 所以这一句 有一句谈判技巧 谈判语言可以用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一起把饼做大 或者你有没有想过 一起把蛋糕做大 是不是 不是说你做大 你要问他 知道吧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一起把蛋糕做大 那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第一个意思是 一则表示我们的诚意 我是有诚意的吧 我们今天在谈判的时候 一上桌讲的话 我们是为我们的关系定调 我不是来跟你打仗 我是来定调 定调什么呢 我们今天有没有诚意 对不对 我们是想把蛋糕做大 第二呢 引导对方往整合型谈判方向思考 就是把蛋糕做大 你没上桌之前 你都会讲 一上桌之后就忘了 所以我们要有人用讲话 把我引导一下 我们可以把蛋糕做大 所以这就是学者设计的谈判语言 非常重要 你要引导他往那边走 那引导他往那边走 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考 那思考往这边走 但是注意 但是注意 你今天往那思考 我们把蛋糕做大之后 不等于 你一定就多分一点 对不对 这是两回事 你想了吗 把蛋糕做大 是把蛋糕做大 那蛋糕做大以后 谁多分一点 其实是不一定的 那你说 那我为什么还要把蛋糕做大呢 机会嘛 我要买个机会嘛 对不对 这是蛋糕做大以后 后面还有谈判 还有一时候谈判 那么还有谈判 谈什么呢 分蛋糕嘛 不要忘了 做大以后不是你自己吃啊 做大以后还是得分啊 所以两阶段的谈判嘛 对不对 但是把蛋糕做大 这是这个语言你要先学 可是有的时候呢 好 你说服他了 说服他了 可是你要晓得 你把蛋糕做到 从本来是零分 对不对 你做到了三十分 对不对 三十分对方就停了 对方就停了 你说服他 你说 王先生 我们刚刚有很好的经验 那我们做三十分 其实再努力一把 加把劲 我们可以做一百分 那他为什么不要呢 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 我掏心掏肺的我跟你讲 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半 我们往成功路上走了 你看从零分做到三十分 表示这是不错的 那为什么咱们不能再加把劲 我们干脆做到一百分呢 那为什么你的说服老是不成功 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做到一百分呢 你如果碰到这种事情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他有没有 他这里面牵涉几个原因呢 你想了 几个原因就是 有一者原因的可能是说 他的格局本来就不大 他没有任何野心 你想了吗 他没有野心 三十分 够了啦 一百分 哎呦 我从来没碰过那么好的事情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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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有这种人啊 那所以我常常告诉同学讲说 如果你的对象这种人 那你充满了企图心 你雄心万丈 你找了他 他只做三十分 他就满意了 怎么推他都不动 那你是不是换一个合作的伙伴呢 因为这个合作伙伴 显然不适合你今天这个状况嘛 对不对 可是除了这个人的个性 或没有企图心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 我们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他走路走一半 他不走了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 他没有获得足够的授权 或者他没有资源 你想到吗 他老板没有给他足够的授权 他就算有心 他没有力嘛 对不对 或者他公司本来就不大 他又想吧 你有野心 他都没野心呢 可是你有资源 他没资源呢 好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 没有足够的授权或资源 第二个原因呢 有可能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蛋糕做大之后 本来就还有分的嘛 就是你们从零分做到三十分 你说三十分还可以 再做到一百分呢 可是对方却觉得 到三十分这个时候 他分的太少了嘛 你不断地告诉他说 要分要分 结果蛋糕做大了 零分做到三十分 结果他分多少 他不是分十五分呢 他分八分而已啊 哎哟 他说需要这样吗 为什么我不公平呢 为什么现在得到 不公平的待遇呢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要 你要去想想看 可能卡在这里啊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你不断地跟他讲 哎呀 做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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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推得太紧了 你知道吗 我是你的合作方 我在想可以啊 结果你后来那么样的积极在推 我就开始有点犹豫了 哎 他为什么要这样推啊 哎 这里面有诈啊 当他开始有犹豫的时候 他的步伐就放慢了 他不跟你玩了 对不对 第四个原因呢 就可能有第三方介入 你跟他在做 哎 你说咱把饼做大 旁边 旁边没人看吗 有啊 也有别人在看啊 旁边有别人在看 他说不定有别人 跑来跟他说你的坏话 或者有别人跟 跑来跟你讲说 跟他讲说 你看 你跟那个谁合作 了不起把蛋糕做到一百分 你跟我合作 可以做到一百二十分呢 做到一百二十分呢 所以 所以他根本 所以他就开始犹豫 他讲出很多理由说 哎呀 不跟你合作 哎呀 够了 其实骗你的 他说他够了 他说我很满足三十分了 好吧 好吧 那你放弃了 你放弃他转身 他跟别人合作 他把你的点子 带去跟别人合作 他觉得他可以做到一百二十分呢 结果是你被出卖了 也有可能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跟别人合作 共同把蛋糕做大的时候 我们除了一厢情愿的去想他 说服他说把蛋糕做大的 同时 我们自己该有的机密也要保住啊 因为你掏心掏肺跟他讲 万一他后来跑去跟别人合作 那你不是在那垂胸顿足 懊恼不已吗 是不是 然后你还要仔细想 不要一厢情愿 你不要老想说 是我说服力不够吗 不是 很多时候不是你说服力不够 是你分给他的东西不够 或者你没有搞清楚 他的老板是什么想法 他根本没有获得授权 对不对 所以你在学 我们只是一般来讲 很直接的想办法说 哎呀 我今天学谈判啊 我让自己很有说服力啊 我说服力 我们共同把蛋糕做大 共创美好未来 这都是理想 落地的时候 你要把我刚刚讲的几个 再翻出来看一下 你看可能卡在什么地方 你才晓得怎么样去增进 你自己的谈判技巧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